与临近的香港相比 澳门如今已平静了许多 然而 从公元16世纪后期 到17世纪前期的100年间 澳门是连接中国 欧洲和拉丁美洲海上贸易的枢纽 是东亚最繁荣的商部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上 中国和欧洲相互遥望和幻想着对方 1511年 葡萄牙人穿过马六甲海峡 终于看到了中国的身影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入 马可波罗比下 黄金遍地 香料堆积如山的神奇国度 16世纪中叶 葡萄牙商人以晒量货物为借口 开始在澳门长期定居下来 随之而来的是天主教传教士 于是一个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 中欧文明接触交流相容的时代 开始了 因为葡萄牙 它一直想跟中国要做生意 那么一直想利用澳门这一块的 我们讲的桥头堡 怎么样踏上中国 一个方面跟中国要经商 一个方面他们恋恋不忘 就是怎么样把信仰带到中国 对于众多抵达澳门的西方传教士而言 他们最大的目标 是能够深入中国内地传教 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 无疑是意大利人立马斗 圣安东尼大教堂 是西方传教士在澳门建成的教堂之一 经过多次修复和改建 一直保留至今 现在一项古老的弥撒仪式 正在这里举行 这种仪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 当年耶稣会士立马斗 大概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作为天主教的一支 耶稣会致力于开拓国外传教士业 他们得到了葡萄牙国王的批准和资助 与其他天主教会一样 把澳门当作东方的传教中心 向亚洲各地派出一批又一批传教士 立马斗就是其中的一位 立马斗19岁时在罗马加入耶稣会 1577年 他告别了父母和老师 离开家乡 几经辗转后 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 为了实现进入中国的计划 立马斗现在澳门学习中文 方块汉字令立马斗倍感困难 但他决心掌握这门语言 他给以前的修辞学老师写信 介绍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情形 你要知道 中国语文叫希腊文和德文都难 在发音上有很多同音而一意之字 中国文字的构造是难以形容 除非亲眼见 亲手去写 正如我们今天正学的 真不知从何说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立马斗的中文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 它仍然无法进入中国内地 问题出在哪里呢 对外的这个政策 随着有海上势力的 综合下西洋以后 出现的这个状况 就是中国本来在 这个 陨落 宣得这一段时间是 对外开放的形势比较大 但到了后来 由于海上的这个民间走势 是特别强大 所以中国政府开始 再加上这个倭寇 倭寇的势力 海上海换强大以后 海浸逐渐逐渐加盐 由于当时的民政府 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国外的传教士 亦是无法进入中国内地 1552年 也就是立马斗出生的那年 到东方传教的耶稣慧石仙区 沙乌略并逝于广东的上川岛 未能等到中国内地 向他敞开大门 1583年下末 立马斗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 突然来临了 耶稣慧石罗明坚 当时负责在中国的传教事务 他会说汉语 言行举止显得文质彬彬 给中国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梁广总督 答应了罗明坚的请求 批准他和同伴进入中国内地 这意味着 沙乌略的梦想 在30年后 即将变成现实 立马斗跟随罗明坚 迫不及待地准备乘船 前往中国内地 为了被中国人接受 立马斗他们 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 他们希望 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洋和尚 于是 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 转而穿上佛教徒的松袍 他们并不敢 直接说出自己的使命 以免被离机驱逐出境 这是一段危险而又令人兴奋的旅程 这也是立马斗人生中重要的一刻 他将要把他的一生 献给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 经过一番辗转 立马斗终于踏上了梁广总督府所在地赵庆 这是他深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 他为什么要选择赵庆 就是我来这里要传教 我要想传教收到效果 我要走什么路线 最佳的途径 我直接给我们当地的 广东的最高单居接触 那么当然一下子就是 我想如果那时候梁广总督 属在地不在赵庆 所以在广州他就到广州 虽然这里并没有马可波罗笔下 遍地的黄金和堆积如山的香料 但丰富的物产 肥沃的土地 美丽的景色 足以给立马斗带来惊喜 从踏上前往赵庆的旅程那一刻起 立马斗就明白 他将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 1608年8月23日 立马斗在之德法笔神父的信中说 可敬的神父 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 不许外国人进入 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洲的传教士例外 所以 可爱的神父 除非在另一个世界外 我们已不怀希望今生有再会的可能 赵庆 知府等当地官员 接待了这两位传教士 为了表示友好和谢意 立马斗向知府王盼赠送礼物 但多倍退回 不过 包括知府在内的中国人 对安放在他们住所内的自明钟 都很感兴趣 因为这种钟表 与中国传统纪式工具完全不同 知府希望自己出钱 请罗民间到澳门 定制一座同样的西洋钟表 传教士们前往澳门 将一个外国钟表将带到赵庆 在两名中国匠人的帮助下 他们制成了一座自明钟 立马斗在耶稣会主办的 罗马学院学到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 大概派上了用场 立马斗他们带来的西方器物 敲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 进入中国 这是应该说是耶稣会 天主教传教士的一个梦想 做了几十年的梦想 一直没有获得成功 不管是耶稣会也好 方济国会也好 他们都是想在中国找的一块 能够给他们定居的地方 虽然他在澳门 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基地 但是澳门毕竟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 当时澳门是借出去的一块地方 所以如果能在中国的领头上 建立他们的一个天主堂 那中国的内地建立他们的一个基地 那他们在表明了天主教 在中国已经立下了主 官员们准许他们选一块地方建屋居住 罗明坚和利玛窦选中西江边的一块空地 修建了一座两层的建筑 作为教堂 教堂建成后 知府给他起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 鲜花寺 这座内部装饰迥异的寺庙 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往参观 人们争相在怀抱婴儿的圣母玛利亚 向前跪拜祈祷 利玛窦起初不知道人们的热情 从何而来 很是惊喜 但他随即了解到 原来中国人误认为 那是在中国佛教寺院里 常见的送子观音 甚至还有人误以为 画像中怀抱婴儿的女子 就是上帝 类似的情形不断发生 使利玛窦意识到 在中国普通民众中 传播天主教信仰 远比预想的要困难 利玛窦将眼光 转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 他心结识的中国朋友中 有一些是文人儒识 通过与儒家世人交往 他发现 中国知识阶层 与他这样的传教士之间 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更容易引起共鸣 于是 他将传教的重心 逐渐转移到了 文人儒识身上 在中国 儒识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而制造各种器物的工匠 则地位不高 靠制造钟表 虽然能引起人们的好奇 却显然无法从根本上 影响儒家世大夫 相反 还会使人们将他误当成 钟表工匠 那么 通过什么途径 来与中国的知识阶层 深入交流呢 立马斗接下来要呈现给儒家世大夫们的这件礼物 将彻底改变中国人的地理观念 他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 这是立马斗绘制的第一幅在中国流传的世界地图 15世纪到16世纪 欧洲船队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探索 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 以满足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地理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地理认知 而世界地图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 第一次直观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为了迎合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 立马斗巧妙地移动了本出子母线 使中国看起来仍然处于地图的中心 我们当时中国的图 中国比如说我们画一个什么天下全图什么的 那大部分我们中国就占了绝大部分 首先中国是绝对的中心 就中央主要都是我们中国 另外就是旁边放几个岛 日本啊什么高利啊什么东西 就完了世界就是那样子 中国是差不多就是整个世界嘛 我们的世界观是这样子 所以他踢在这个赵庆域所的那个墙上的那个世界地图 首先中国在哪儿那么一点的大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偏向这个东边 所以中国人就是很不习惯是吧 所以立马地就做一个妥协 就是把那个中国整个移移到中间来 中国人由此发现 天下原来如此之大 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 世界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原地方 地球原来是圆的 对中国人来说 这是对他们传统的地理观念 乃至世界观的巨大冲击 世界地图成了耶稣会是结交中国世人的重要媒介 文明它总是有先进落后 但如果先进的东西进来的时候 比它所在一个这个所到的地方 比它更近先进的时候 那必然从来没有一个 我们中国世代违存到 人家很好的知识我们去反对 所以这时候就用文化上的优势 通过地理大发现 在西方科学技术上的优势 来获得他们的认可 从利马斗绘制的第一张 有中文注解的世界地图 到深海余地全图 再到后来的昆渝万国全图等 利马斗世界地图出现了各种绘本和课本 陆续传播到中国各地 正是这些地图 使文化背景和思想信仰迥异的 耶稣会士和中国士人 在科技层面上发生了共鸣 利马斗欣喜地向耶稣会总会长 汇报了这一成果 你应知道 这张地图在中国是多么受到重视 还是知福本人在他灌底中亲自督印的 但他不愿卖给任何人 只把他当作贵重礼物 赠送给中国有地位的人 自明珠和世界地图 使利马斗在中国士大夫间获得了声音 为他的传教工作打开了局面 从1583年到1589年 他们在赵庆发展了大约80名信徒 这六年间 利马斗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他的服饰打扮和言行举止 也谨利向中国人靠拢 但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 却惹来了麻烦 在亚洲其他国家 信仲在仪式及服饰方面 都要模仿葡萄牙神父 建造的教堂 也要模仿欧洲的风格 利马斗他们不同的传教方式 在天主教的内部 引发了强烈质疑 罗民间返回欧洲 试图向教廷说明 他们在中国特殊的传教策略 此时中风云变幻 罗马教廷连续有四位教皇此事 罗民间在遥遥无际的等待中 心力交瘁 后来是谁撒了诺程 利马斗只能独自在中国支撑局面 等待机会 然而不担心 1589年 新任总督突然下令 要求他离开赵庆 六年的努力化为泡影 利马斗被迫由赵庆 移居少咒 过去很多学者 包括一些西方学者 都认为 利马斗离开赵庆的一个 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官场的人事变动 这种观点 主要来自利马斗给西方的书信 但是 新发现的资料却表明 利马斗的离开 也许另有隐情 这是当时一位韶州官员的家谱 一直流传至今 家谱内记载的一则材料 给利马斗离开赵庆 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就是竹谱里边专门有一篇文章 就是题目就叫做利马传 写这个利马传的这个人呢 就是我的第十四世 先祖叫做刘成范 他呢 他当时就是韶官的同志 在这部家谱中 有刘成范和利马斗交往的 三千多字的记录 当时刘成范受梁广总督委派 详查外国人在广东的活动情况 因为当时广东沿海 受到窝口的侵扰 一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 即将展开 显然 当时的中国官员 不可能告诉利马斗 这个重大的秘密 但刘成范也认为利马斗 不会对中国沿海安全 构成威胁 于是劝他离开赵庆 转往相对偏远的韶州 利马斗被迫移居韶州 接下来他该怎么推进 他的事业呢 利马斗开始实施新的计划 首先 他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他放弃了僧跑 续发留须 改穿中国儒家文人的服装 他开始寻找机会北上 以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 北京 求得中国皇帝 对天主教的支持 利马斗成了第一个穿上中国儒服的养教士 他还坚持着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 1595年夏天 利马斗几经曲折来到了南昌 将这里当作自己心的安身之处 在距离南昌一百多公里的江西庐山武老丰南路 有著名的白鹿洞书院 他名列北宋时期四大书院 是宋明理学的摇篮之一 在与白鹿洞书院山长张黄等中国学者的交往中 利马斗更深切地了解和喜欢上了中国文化 并萌生将其介绍到西方的想法 在南昌 利马斗目睹了一次 日有四千人参加的科举考试的身况 这让他大开眼界 科举考试 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 选拔文武官吏的制度 在明盖分相试 会试和电视三级进行 与当时的欧洲相比 科举考试提倡以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吏 是比较先进的 利马斗将这次考试的种种细节记录下来 写信告诉欧洲友人 这引起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选官制度的亲线 做法 你之间看法 是一件事的一件事 对耶稀猎猎猎的 也有此太理想 原来他们证明 中欧洲人 中欧洲人 这是一代理 中欧洲人 在产洲的这些 受容量 中欧洲人 古代表 技能 他们当初 这一代理 在英国的约族和七世纪 他们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种族 并没有在自己的 DNA 一家中有很深的尊敬 为这个文化 在了中国的卢士们 也在精精有味地阅读李马斗的作品 李马斗写下了一部谈论友情的著作 《交友论》 引用了一百句 与友谊相关的西方歌言 这本书大受欢迎 李玛窦在写给 欧洲友人的信中说 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声誉 人们称他是一个 有天分的学者 同时也是一个 有道德的闲人 这位原本带着传教使命 而来的意大利人 借助西方科技和文化 在不知不觉间 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开启了西学东建 与中学西传的双向交流 他一步一步地走到南昌 他的这个义服 实际上就开始 他是跟这个儒 儒式这一层 开始有一个交往 那就是进入到中国文化的 就是说比较深一层的 一个交流 那么想交友论就非常清楚 交友论以后 写出来以后 实际上就为许多的 这个文人学者所了解 这时期 立马斗被任命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他决心加快进建中国皇帝的步伐 一五九九年初 居住在南京城的老百姓正准备过春节 但立马斗对此一点限制都没有 因为他尽情的希望破灭了 之前立马斗跟随一位官员朋友 已抵达北京附近的通州 不巧的是赶上日本侵犯朝鲜 京城戒备森严 外国人根本无法获得入城许可 立马斗只得抱汉而归 回到南京住下来 这时 他来到中国内地已有十五个年头了 年华见世更使他感到实不我待 新的职位也让他深感肩负的使命重大 他渴望尽早见到中国皇帝已完成使命 1600年 历史即将进入十七世纪 就在这个时候 立马斗再次获得了进入北京的良机 他满怀信心和希望 携带了许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 乘坐押送丝绸供品的船只 再次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 然而 这次行程更加充满磨难 立马斗随身带着一个 耶稣受难的木雕像 就在他临近北京时 这件普通的天主教圣物 却引起了一个太监的怀疑 认为这将对皇帝不利 太监将他和助手关了起来 一次次的挫折和磨难 使意志顽强的立马斗也不禁产生了绝望情绪 感觉前途一片黑暗 立马斗被囚禁了大约两个月之后 好消息突然传来 宫廷里收到了他的礼品清单 万历皇帝要求将立马斗及其礼品送到京城 此时北京城的居民们 正在忙着准备欢度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春节 这是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节 苦苦等待了十七年之后 立马斗终于踏上了北京的街道 这座规划严整的帝国都城 曾经遥不可及 如今却近在眼前 立马斗在礼部大臣的陪众下 步入皇级殿 但他惊讶地发现 宝座上没有皇帝 他们只能对着一张 象征皇帝地位的宝座行李 当时的万历皇帝 是属于戴政期间 就是非常懒惰的一个皇帝 他根本是不上朝 不接见任何大臣 见不到皇帝 又怎能指望获得他的支持来传教呢 立马斗再次陷入绝境 但让他稍感欣慰的是 他带来的西方科技器物 再一次帮助了他 万历皇帝对宗教器物毫无兴趣 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自鸣钟 立马斗送上一大一小两件自鸣钟 万历下令 在宫中专门建一座钟楼 安放大钟 小钟则放在自己面前玩赏 他特别喜欢这种新奇之物 担心皇太后夺他所爱 当皇太后要求看一看自鸣钟的时候 万历皇帝命人做了手脚 一段时间后 皇太后对不能报时的自鸣钟 失去了兴趣 于是他又回到了皇帝身边 庄严雄伟的中国宫殿内 不时响起夕阳钟表 报时的声音 从耶稣会世来华开始 中国皇宫和民间就有了收藏自鸣钟的嗜好 但在很多收藏者眼里 他们并非准确的计时工具 而是精致的玩物 精美的外观 好听的暴时声音 以及复杂的活动部件 居住在北京城的大臣们 则对立马斗带来的三棱镜 非常感兴趣 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 变幻的光影 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 立马斗进现的世界地图 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多少关注 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末世之下 地图上边缘地区的欧洲 却正在悄然发生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 进入十七世纪后 欧洲生产力大大解放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欧洲正在向近代社会转型 世界地图 自明中和小小的三棱镜 折射出欧洲即将迎来一个 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但是在中国 从皇帝到士大夫 再到普通民众 都无法看出这一切 他们对西方器物 只是停留在好奇的程度 中国是大夫 在阳明学盛行的时代 可能好谈哲理的东西 在哲理那个风潮过去之后 如果讲究石的话 它可能会去考虑的是金石之类的东西 它未必会 专业在具体的那种科学技术层面去 被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冷落的宗教器物 也许才是利马斗的最爱 显然 让皇帝皈依天主教的设想 根本无从实现 利马斗向欧洲的好友坦诚 在中国传教之路仍很漫长 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时候 不但不是收获季节 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 而是毕露蓝绿 拔出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 以被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 当然利马斗也并非一无所获 皇帝对他浸现的西方器物的喜爱 使他成功地留在了北京 自明中 成了皇帝与利马斗之间的联系纽带 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 在钟表的滴答声中 五年时间过去了 利马斗被准许在宣武门内构地 建造了一所教堂 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唐 南唐始建于1601年 利马斗曾以500两黄金买下此地 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 但规模很小 直到1605年 利马斗将其改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教堂 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 这意味着利马斗在北京城 站稳了脚跟 皇帝默许他在北京 长久居住之后 他们的地位 就跟原来明显不同 就等于是皇帝 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存在 这样的话 官员们当然是 及时想把他们赶走也做不到 社交厌隐是明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常态 通常一天就有三四次 利马斗在北京过得非常忙碌 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 揭示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 其中就有被称作为 中国天主教三大著石的徐光奇 李之早和杨廷云 徐光奇思想敏锐 见识深刻 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 写下了农政全书 而且还经常与利马斗一起研究西学 并协助利马斗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 他们最重要的一作就是欧基里德所著《几何原本》 这本书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在中国生活期间 利马斗还研究光学 天体观测 地质学等 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 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 据统计 在华耶稣会士一书达四百余种 其中有将近一半 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 如今 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 看到这些异作 由利马斗开启的西学东建之风 对中国文化影响广泛 涉及天文学 数学 地理学 立法 机械 乃至音乐 美术 语言等各方面 让中国人耳目一新 初步了解了西方 自文艺复兴以来 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交 利马斗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 他计划将四书五经都译成西方语言 但由于经历所限 最后只将四书 译成了拉丁文 除了利马斗 其他来华耶稣会士 也将中国的文字 历史 制度 与文化 向西方进行了介绍 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 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周深居 教讯留 if 这些将来的文化 这些重点 探索可以估论 您看得 out 更事情 是味著 wert但是 真奇怪 教讯溃sp评 咯对 CORSPERO INTORCETTA das 民�è Mitt 一 就是部分的这些词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在的灵性 因为 这些显示的中国 这些词 是一种国家 被语言 被语言 在199年2月17日 已经57岁的立马豆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 写下了她在中国传教的感慨 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 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 但成果平凡 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 因为这块原地太大了 去年年底 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 涌到我的脑海里 就是 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 唯一幸存者 除我以外 可以说没有第二人 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 一年之后 立马斗病倒在床 1610年5月11日 这位最具有儒式风范的耶稣会士 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在北京十年 立马斗始终被皇帝当作一名 御用朱表将 他从无机会实现 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 这是他终生的遗憾 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 耶稣会士来华 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 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 双方相互探求 理解交流 为中国和欧洲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立马斗去世95年之后 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 适应政策的争论 发展到了顶点 1705年 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 禁止外国传教士 在中国传教 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 被关上了 这是北京府城门外 一块古老的墓地 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 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 高大的汉白玉墓碑 在盘绕的吃手之间 雕有一枚十字架 墓碑无声 却似在讲述 立马斗这位来华传教士的 传奇一生 这是万历皇帝 赐给立马斗的墓地 后来成为明末清初 外国传教士 在北京的集体墓地 汤若旺 南淮人 郎世宁等 著名的耶稣会士 也都长眠于此 他们作为传教士 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肩负着传播宗教 沟通文化 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 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 前赴后继来到中国 把生命和梦想 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